同学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奥斯CAD软件2020版的第16课 点的样式以及等分如何去用运用等分 等分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呢 我们要讲解的这节课的第一个内容 点的样式 点是可以设置样式的 在CAD里面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点 那么我们如何让它看起来稍微 我们能够看得到它 要不然的话你图纸一缩小 你就看不到它的吗 那么我们就要去设置一下点 它可以有多种的一个样式 那么什么是定数等分 什么是定据等分 这个东西我们打开CAD之后 我们一个一个来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先打开CAD 老师在讲课之前呢 在讲这三个小快捷件之前 先给大家先说一下 定数等分定据等分以及点 这个是在我们CD里面用的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想一条线上面 一条线上面 它可能需要我去把它均分为好几段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能就会用到 那个定数等分或者定据等分 那么它是可以 那怎么能够看得出来 它是被我分考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 它就会在这条线上面 有一个点的一个存在 我们先找到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学点 那么点的快捷件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找到 先看一下 P-O-I-N-T 英文单词point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的快捷件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P-O P-O 然后这个地方 是的 我们要加一个空格 要加一个空格 大家有注意到 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打开的时候 它出现的一个是 这里显示的是多点 创造多个点 对吧 那么我们再输入P-O 然后敲击空格件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点 第一个点 然后输入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这是我们输入的非常多的点 那么这个点 如果是说我们图子点的很小的时候 可能就看不到了 那么如何去把这四个点 我们能够在画图的时候 肉眼能够看得到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点的样式 比如说我们在用到点的时候 P-O-I-N-T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使用 M1这个单词 跟一个DIV这个单词 沿对象创建点 使用这个可以轻松指定点的大式和样小 那么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 我们首先 大家也看得到点的样式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点 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到 这里跟这里都有一个 那么我们 比如说 老师 我看不到这个东西怎么办 不要紧 这个地方就要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们是说想设置一下点 把这个点的样式稍微改得明显一点 能够让我看得到 那么我应该怎么去操作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CD里面这里有一个使用工具 这里有一个使用工具 然后我们找到下面的一个点样式 看到了吧 点样式 点样式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点样式 点样式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 非常多的点的一个样式 那我们选一个稍微我们会常用一点的 我们找一个这种 老师经常会这样画的 做一个点的一个样式 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这个 好吧 选到这个 然后我们再点击确认 那么我们再用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 它就出现的 这个点的样式 就变了 对吧 它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 那么 我们 这个点 它为什么会跟我们的定据等分也好 定数等分也好 它会有一个 就是说一个很 它是有关联的 怎么叫关联呢 好比说 老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我们找一个 之前画过的一个图形 我们找一个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选取这个房间 好吧 选取房间 我们把它移动到一个空白的一个位置 好的 我们就放这里来 放这里来之后 这个房间有了 比如说 我这里 有一根线 我这里我画了一根线 然后呢 我需要这根线 三段 分为三段 三个横段 比如说 这样的一个三个横段 我要让 一 二 三 属于它是属于一个 三个数字都是属于一样的 那么有的很容易会问 老师 那我不就是 先测量一下这个长度 然后除以三不就OK了吗 对 可以 但是 你也可能 我们最原始的 最笨的一个办法 最笨的一个办法 是应该是怎么去弄呢 比如说 我先测量一下这个尺寸 这个尺寸有多少啊 我们看一下 3260 3260除以三 那么我们再 一段一段的去偏移 比如说 我们偏移一个 一百一千多 再又偏移一个一千多出来 那么可能我们就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很慢呀 对 很慢 那么我们 大家再看第二个 那么我们要学习 定数等分 以及定据等分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定数等分 沿对象的长度或周长 创建 创建等 就是创建等间隔排列的点 对象或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沿着这个长度 创建的间隔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叫定数等分 那什么叫定据等分呢 定据等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定据等分的话 沿用 沿对象的长度或周长 创建点或对象 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一样的 有个同学问老师 那这两个东西不是一样的吗 那我们现在来 区分一下它的一个不同点在哪个地方 好比说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 我们要分五个段 要分五节 五节都一样的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定数等分 定数等分大家记一下 定数等分的 这是它的英文单词 那么它的快捷键呢 DIV加上空格 加上空格 我们待会我们再看一下 如何去用 那么我们输入DIV 点击空格键确认 找到我们要选取的对象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输入线段数目或快 然后我们输入线段数目 什么叫线段数目呢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 这一根线分为几段 比如说我要把这一根线分为六段 那么我们就输入一个六 点击空格键确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 每一个点 那么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六 它是不是属于一样的 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实地考察一下 它是不是一样的一个尺寸 这个地方是二四五四三点三三 那么那这里呢 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长度 那这个长度也是一样的 五四三点三三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均分的 如果说实在一点呢 它就属于均分 那么我们要画一条 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弧形 弧形 那么有同学会问 那定据等分 定据等分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找到定据等分 定据等分的 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 定据等分的会计键 M1 M1加空格 定据等分的话 比如说 给大家这样演示吧 比如说我给一个 50 500的 500的一根线 那么500的一根线在这 对吧 500的一根线在这 我需要把它分为 就是120一节 那怎么办 那么我们输入M1 选择对象 然后它这个时候 就是指定线段的长度 或快 我们输入一个120 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去等分的 120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点 它就不是均分的了 那么我们的 123 4 它都是属于是 120 一个间隔 120一个间隔的 那么最后一个是多少 20 为什么是20呢 那么这四个墙加 就是480 那么这里就是20 同学们这样的话 应该大家都清楚了 定据等分跟定数等分的一个区别 也就是说 如果是说 你要使要 你需要这条线上面有多长 有多少个间距 它会不会逢中 它不会逢中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再画一根线 我们画一个 700的 我们画一个700的线 700的线之后 然后我们输入M1 选择 这个 这条线 然后我们在指定长度 它是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DIV跟M1的一个区别 DIV 这个定数等分 它是把 一根线 或者一个图形 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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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分的 然后 那么M1是什么东西 M1的话就是说 这个物体 或者这个图形 它会根据你的长度 你输入的长度 进行 均分 但是后面 它有没有 就是说 这个长度 它能不能均分 它如果不能均分 那它就会多出来一小节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是能够做到 手要均分 手要均分 手均分 尾部 就是 它给到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尾部 尾部就给到最小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 比如说 10块钱 除以4 那等于2块5 对吧 那除以2 或者除以多少 那么 比如说我们6块钱 我们要分给 多少个人 我们要分给5个人 但是我只想 每个人都分1块钱 那最后还剩1块 那就是你自个 就是多出来的那1块 这样的话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好比说 嗯 打个比方 如果是说6块钱 我要分给6个人 那就OK了 或者说我6块钱 我要分给5个人 那么这5个人 一个人拿多少 拿1块2 对不对 所以说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 拿1块2的 比如说6块钱 6块钱 我们以6块钱为基础 6块钱分给5个人 每个人拿1块2 这个叫均分 6块钱分给5个人 每个人拿1块 我只需要给5个人 每个人1块 那多出来的1块 就是纬度的 这个地方的 所以说 这个是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 好比说我们换一个圆 我们换了一个圆 我们再用DIV 它能不能用 可以用 DIV 这个时候 它是需要你输入的 线段的数目 线段数目 我们输入多少个 比如说我们 画一个手表 好吧 画一个手表 或者一个时钟 我们画了一个圆圈 需要把它等分为12分 对吧 手表的刻度有 或者时钟的刻度有12分 那么我们用DIV 选择这个圆形 然后分为12 空格键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一个 12度的一个 就是有12个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12345678 就是678 9101112 对吧 也就是说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 在做其他的 怎么去操作 比如说这一段长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段长度 它有多少 3112.15 我们要分 它是311 3112 那么我们就分300一个 300一个 300一个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我规定了 它的每一个 间隔 是300 但是它是除不断的 对吧 那么我们用M1 输入 这个选择空格 确认了之后 输入一个300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每一段 都是300的 300的 300的 到后面 它剩一个多少 剩一个 比如说 我们剩一个多少 剩一个看一下 剩一个多少呢 剩一个112.15 那么也就证明 前面的这10个 全部都是加起来 就等于3000 后面多了一个112.15 也就是刚才老师 所测量的这个 那么它有什么用 对吧 同学会问 老师 你教这个操作 我以后在做 室内汇图的时候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现在老师就告诉你 好比说 我们也以这个房间 为例子 房间里面 在我们设计师 做设计图的时候 比方说 我们需要这个房间里面 有一个 我给他画一个 这个地方超纲 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画一个吊顶图 我们画一个吊顶图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吊顶的图 需要用到 一般来说 都是吊顶的图 去用到这个尺寸 那么比方说 我们做了一个回字形的吊顶 回字形的吊顶里面 我们需要做到 打个比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尺寸有多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尺寸有多长 3160对吧 我们需要分 就是把它均分为三个桶灯 两个桶灯 两个桶灯 两个桶灯就相当就是三段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操作 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在这条线上面 在这条线上面 我们进行一个 等分 怎么样等分呢 用DIV 一定要用DIV 它才是均分 选择这条线之后 我们输入一个三 那么我们就多出来那两个点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 直线 把它给连过来 然后再用直线 把它给连过来 好 那有的同学会问 老师那这个点还有用吗 没有用了 那么我们再需要做到的是什么东西 再给这条线也均分两个点 也均分为三个线段 那么我们用DIV 空格 确认好了之后 输入三个 把它分为三条线段 三条线段均分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再输入 一个 把这个直线给画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有了一个交叉 有了两个交叉点 一二三四四个交叉点 比如说我这里我放一个灯 这里 我一样的再放一个灯 对吧 这里放一个灯 这里放一个灯 那么我们再把 多余的线段 删掉 那么 这四个灯 是不是相当于 它就是相当于 就是等分的 对 它就是等分过来的 布置的非常好的一个等分 也就是 证明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用定数等分 或者定距等分的时候 会在哪些地方用得到呢 第一个 你可能画地砖的时候 画墙砖的时候 可能会用得到 墙面上面贴的那种石砖 可能会用得到 或者说画地面指标的时候 可能也会用得到 当然我们 后面的课程有更简单的一个办法 当然掉顶的话 也会这样去操作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常用的 常用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先设置一下 PO PO是什么东西 是点 对吧 加上空格键 就是点 如果是说 你的点 有问题 太小了 看不到 就找这里了 实用工具 看清楚 实用工具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倒三角 把它点开之后 有个点的一个样式设置 然后你找一个 稍微醒目一点的一个点 就OK了 那么再如何操作呢 我们最后用到的 基本上作为室内的一个设计师来说 用一个DIV 是非常常用的 DIV 大家一定记清楚 DIV加空格 DIV加空格 这个是经常常用到的 我们讲就讲 大家经常会用得到的 实战的时候会经常用得到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圆形 比如说 我们今天 要画一个圆形的 圆形已经画好了 再来重新再 再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定数等分 定数等分 然后找这个定数等分的命令是什么 DIV 对吧 然后我们给12段 然后我们给12段 输入12 这个时候就会有12个点出来 那么我们就123456789101112 12个段 12个段完了之后 那就证明的就是 嗯 就是12点钟 对吧 12点钟 这个地方可能是 应该是11段 不是12段 你要给11个段出来 他才是这样 因为这里1234 这里已经4点了 对吧 那么我们重新来一遍 这个地方DIV 空格 然后输入 在这个地方输入11段 大家再看一下 打个比方 那么我们要画一个钟 大概的样式也是这样去画 那么我们用定数等分的话 定数等分 他就没有那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作了 对吧 123456789101112 对吧 也就是说他不好去那样去操作 那么我们现在这节课学到的定数等分跟定据等分 画重点考一下啊 定数等分 DIV 这个是常用的 常用的 M1 这个是不常用的 这个是不常用的 很少会用到 啊 一般来说 如果是说啊 后面去学什么 机械的 学电力的 可能这种同学会啊 有的会用到这个M1 因为他们讲究的一个课度会更加精准一点 那么我们用到DIV的话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啊 是会伴随着我们的一个设计生涯会经常使用到 嗯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内容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一定要记清楚啊 啊 PO 是 点 啊 我们重新来一遍 我们重新来一遍啊 写清楚啊 大家看清楚 PO 加空格 啊 它是点 啊 然后DIV加空格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定数等分 定数等分就是你定啊 把它分为多少块啊 的一个数量 然后M1加空格 那么它就是定据等分 定据等分 然后PO的设置就在这儿啊 找到实用工具就可以进行一个设置 那么本节课的一个内容就讲到这儿了啊 小伙伴们大家都记清楚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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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